嘉義士西區博愛路上 大白天四能印尼路口開打 雙方大聲鼓勢 又罵又打油人拖鞋 都吊了光腳踩在博游路上 三男對峙一男現場 夾起來有三根丑棒 繞著黑色雙B車來追逐 另外一頭停著白車 女子攀在車門邊 加入了嗆聲行列 我開著一直喊 喊喊喊喊 喊喊坐著火一直流 車開著就跑了 兩台開著就跑了 我怕坐著一直哀 光天化日中午用餐時間 馬路上的開嗆戶 讓做生意的店家都傻壞了 黑白兩車突然停在路口 雙方下車之後 沒有多說什麼就開打 後來證實兩邊的駕駛是認識的朋友 相約要喬紅丹誰要繳錢 白車先抵達 黑車駕駛因為是通緝犯 還刻意掛了失去的車牌來赴約 黑車有備而來 三男對上了白車駕駛一人 球棒拖鞋備戰 達到最後 黑車駕駛要回到 上車前還丟了球棒 這案車輛 車牌前後赴一 本案是因為當事人 繳納紅丹的問題 談判約定未果 而衍生持球棒 互毆的一個情勢 談判喬紅丹 演變成路口開打 一對三的白車駕駛到案說明後 揚言要驗傷提告 而丟球棒還K到自己車的黑車駕駛 因為詐欺案被通緝 現在恐怕也因為這個糾紛 多一條罪責 三地新聞廖國雄 朱宇榮嘉義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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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